所以有位置还是有差 对 所以主要是亏在位置 所以我们经常考虑持住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这位玩家可以几乎扣一个意想不到的宽的范围 对 甚至扣一些怪模怪样的牌 就是他们受到的一些伤害都不大 因为哪怕他们任意两张牌进去 或者说我没有牌 假装有两张牌进去 对手持续下注的频率也不会是说很高 只有对手在非常强的情况下会给你下注三角截 大多数情况下最多就是两条截力下注 这是一个封顶的损失 但是你在前这位的话面对后卫玩家 你的损失是不封顶的 这手牌我们可以看到 又是一个四加底池 在装位的EVN6没有选择做一个大的squeeze 他在后手长盘还是比较深 他的后手长盘还是比较深 他的底两队 LINK的底两队K9选择直接在这里 收取一个value 那这边有顶对 那再加一个后门的Nuts 顺 应该是不会轻易的盖牌 那EVN6也是有个方片J 很有可能也会在最好位置进行跟注 然后看看转牌能不能对他有些什么帮助 一张方片圈 然后这张应该让Ferink对他来说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牌 这个中间的这个两队 中低两队 可以看到那这样子的话 王佐是更加不会弃牌了 在这里 对 在短牌中 听牌的价值会比在长牌中的高 感觉会是一个三加都check 如果在这里 还是王佐要主动攻击呢 应该是可以代表着 有一个Nuts的花 而且可以边打边买 对 他喜欢 因为在这里底池还算比较小了 嗯哼 他想要去 这里赢一个大的 那他很有可能是要在这里 就是先一步造大底池 这样子合牌的下注 K9两队可能要盖了 K9两队都很难call 这里的一加下注且一加 而且他又没位置 对 因为中两队 中低两队已经是 在这个牌面上已经是很很很差的一个组合了 对 有顺值 有更大的两队 有铜花 那又是三人底池 我可以看到 没有买出来 那这里两家玩家的秀牌 他牌价值其实还算不错 但是 相对于 MN6来说是一个 倾向于球秀档的一个概念 对 但是我们的王总是知道 如果 我在这里打出来的 转牌打出来 后置位还是可以call住的话 嗯 那我的一张 A10 应该是不够的 应该是不太够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边他很有可能会转成bluff 对 放弃了 放弃了 哇 我的K9是有点难受 K9有点难受 对 好 你拿了一个blogger 是吧 放快 掉这个放快石 哇 哈哈 掉一个放快 就桶花顺了 放快石了 后 可能我们的 王总就要被对手double了 送对手一个double 哈哈 又是一手 哈哈哈哈 他好像 一直有牌 对 在这张桌子上 要不然就是不玩 再来个六万五把 每次进持就是大牌 8万 8万 这是加的比较大一点 多拿了一个蓝色 因为他的确是已经是做了好多次了 对 桌上的玩家对他的形象已经是有了一定的怀疑 但是没办法 实力他不允许 把把都有牌 那可 可是你看这把我们的st77就盖掉了 对 我们他们都忘记是投铁吗 所以 我相信st的策略应该说比较标准在锦标赛里面 对 他的策略是在锦标赛里面一个比较坚实的策略 就是像岩石一样的玩家 你很难去 剥削压榨他 他给人的一个打法上的形象就是 稳定如海边的礁石 嗯 任你风吹雨打 湯特王应该会盖牌吧 照理说 可是湯特王真的头很铁啊 头很铁 最铁的那一种 还是 能让他在翻牌前选择放弃 理智 战胜自己内心的狂野 对 湯特王是一个操作狂魔 真的是操作最 太爱操作了 能让他在翻牌前放弃真的不容易 Tom always don't have a good hand 所以当中还觉得那个甲主缘太大跟不住 8万的确实挺大的 呃 IVER自O终于等到了一个 强大的棋手派 哎呀 這邊有Ace King 我覺得這邊他們兩個籌碼都蠻深的 所以 他們都有100多個 Anti 所以 這個直接打完好像有點太多了吧 會不會他選擇因為太深選擇用跟的呢 不會 還是會做一個加注 至少要做一個3Bet 但3Bet的話 圈圈這裡是會做4Bet的 選擇跟住 打得好穩啊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考慮到籌碼太深 他不想要冒這麼大的風險 而且他IP 哇 IP很好打 對 就是 的確的確 考慮到一個 我剛剛忽略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是IP位置 他是一個 最最最最 可以跟對手的加注 打一個反後的一個 那開這個結構牌 其實對Ivan的QQ也算是兼招損失了 可是我覺得QQ這邊應該可以缺扣一發 買個卡順 那我覺得ST應該會不會打一個半池6萬的一個價值下注 畢竟他的牌真的太過於強大 很標準的一個半池下注 有可能直接改掉 因為這邊的那個開太太 先扛一張 因為後面都很深 因為他是先行Check的 他先做了一個Check 那我覺得這邊 就兩方都做了一個Check 王者這裡的Check也是可以免費拿牌 同時也是 控持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 雙方都動不太了 哦 他選擇Check的話 我可能 王者還是選擇Check過牌 王者以為對手的範圍裡可能會有一些十和狗 East King and Queens 對 是 為什麼那部分很小 因為我跟朋友們 Check Check 我喜歡FC 我們都不懂 那什麼事 誰會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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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p Limp 康德王也是非常驚訝 康德王也是非常驚訝 你們這傢伙拿這些牌不打 然後我爛牌一直打 沒辦法接受 人家拿那麼大的牌在那邊打 太多了 你少一點 我像那些人 因為大家如果不小心產生火花的話 大家都很麻煩 對他們也是考慮到籌碼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50萬的話可能就打完了 對因為East King 也是一個長期的Cash玩家 是 比較傾向於打翻後 他的翻後又是還蠻大 他對他的翻後技術是絕對自行 看到很多錦標賽打多了的玩家會覺得 很多牌在翻前就要去剝削 去加注 很多的現金 生成馬玩家會傾向於 大量的看翻後 像我在最早期剛打錦標賽的時候 也是 問題就是太愛看翻後 然後損失更多醜嗎 對 翻前會比較鬆 好 當時打得也不太好 當時打得也不太好 利用一個敵對 7做了一個下注 那我們的王主我們的ST 又蹲到了 蹲到了一個 那我覺得應該會是個跟注 對 肯定是一個標準的跟注 這裡的加注的話 太沒有意義 對 不太能架直到對方 對 那 湯東昂這邊 會不會有可能再打一發呢 因為對手如果是在買順的話 其實是miss的 好 他選擇check 那 我覺得這邊 呃...ST應該要選擇做一個架值下注 看他去對對手範圍的截度 因為他如果是八九開不了牌 他也必須要bluff 所以他可能會打一個 六萬 六萬五吧 我會打更大 結果他打一個超小 三萬五 我在想這裡 能置物他的牌型 如果我打三萬五這裡 三萬五的話 我想要追求的是 對手的一些 圈核A的支付 嗯哼 因為其實很難支付的啦 但是如果我打了一個 像...像你的 像你的 我像伯諾姆這裡 可能就會在八萬多底子裡面 打一個十一萬 不過他會不會也是有可能 做一個 引誘的 引誘對手 加注 因為大家都知道湯東昂愛投 對 愛投 那如果開不了牌的時候 他就會試著來bluff 對 我這裡如果打十一萬的話 就給...難提就給對手了 你到底... 我這裡就... 讓你猜 嗯...他可能真的就會... 不要說七了 有可能六六都落我開了 哈哈 有這種可能性喔 他就會...對手可能會在想 就是八萬多底子打十一萬 你想幹什麼 就打蓋我所有 那這裡三萬五有沒有支付 好 好 對手可能會選了蓋牌 嗯 今天應該... 剩下最後一個半的級別 對 目前我們的... 往左 ST 是以193個潛注的優勢 取得領先 欸 TOMDWANG目前也擁有84個潛注 算是... 還不錯 還可以啊 還不錯 這張桌子重新回到五人桌 本場為大家帶來的是 傳奇呼客2019年季舊戰 超高額買入豪克賽系列賽 最後一場比賽 報名費為一百萬港幣買入的 短牌賽事 三加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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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兩個是童話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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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 來自馬來西亞的 TOMDWANG 到底是... 到底是吃了什麼啊 對 他出門前是拜了什麼神嗎 到底是還三個人都有A 對 然後 我們的 TOMDWANG可以買童話順 對 見鬼了 他非常淡定地選擇跟住 彷彿什麼都沒有擊中 還在買 打飛了一加A9 多轉拍來一個 梅 花 六 六 這應該才難在出梅花了 對 對 對 那我們的... 黃豪 繼續下注 四萬五千 继续进攻 德王这里依然有一张绝对凹子 一张梅花6 能为他带来铜花顺 这是由于这张梅花S 是可以当作梅花5来用的 但是他如果在这里选择跟住的话 其实我这边想问一下阿统 为什么汤多显示是0%呢 为什么这里应该是显示错误 应该是显示错误 梅花6剩铜花笋吧 算算 对 可以当我来用吗 对 继续选择了跟住 好 这个有点尴尬 两位玩家都拿到了 顺 那应该 可能会有其中一家玩家会被支付 我觉得 ST还是有可能做个价值下注吧 那选择如果被加注可能就会弃牌 对 这里Batford也可以 对啊 我觉得会打个什么12万之类的 check call也可以 Batford也可以 他的位置比较尴尬 主要是 对啊 面对两架 对 只能选择check 因为他的位置实在是真的是有点尴尬 而且会担心对手没有90之类的 拖了两条肩 在后置位置 看他的表情 非常的 无辜 他自己这个表情看上去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牌 躺躺也偷偷的盯着他看 对 啊 没有蹲到人 那面对两个过牌之后 他现在就要考虑 应该要怎么打 20万吧 因为前面都没有选择加注 啊 现在看 抽手这个抽手那个 怎么打呢 我手里一手这么大的牌 到底要怎么打 我才像是在bluff 果然 跟我猜的是一样 20万的一个value bay 好 往左 一秒就盖牌了 留下我们的唐端有一个 顺子 应该王佐对这位玩家还是比较了解 嗯 王佐一秒就盖牌 淘的真的是非常的 敏锐 我们的铁头侠 我们铁头侠 我们铁头侠 我们回 问西又回到他们的旺 他们的旺 在这场比赛里面已经感觉 他自己看不到牌 但他仿佛是被 被针对了好多次 总是在针对他下注 但我们从上帝视角是可以看到 其实 别的玩家都是正好有牌 对 他正好是比别人小 也是因为他玩的比较松 哎呀 他们的王在这里 非常的艰难 还有一个顺子 但是对手范围里面有大量的葫芦 还有天花 天花倒是少概率了 他可能会怕对手是葫芦 他现在在计算对手范围里的组合 他已经猜到了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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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梅花圈 他觉得非常的难受 他觉得非常的难受 可以看到他的真 精准计算 他觉得他在帽里面的 球马 这边如果是BonoMo的River 可能带JQ桶的话 就直接选择OE 他在Olin的话 看很难抓对手 特别小的牌了 Olin就只能抓葫芦了 Olin只能抓葫芦了 但是他要独王啊 独王 独王头很铁 对啊 铁头哥耶 对 一样的一手牌 ST选择秒盖 对 可能因为ST 位置也比较尴尬 位置差 位置也比较尴尬 对 好选择跟住 看到了一手很恐怖的牌 你有一個鍋子嗎? 沒有 蛤? 昌中央可能覺得 我們的XT可能也是有童話 所以持續打了兩槍 所以他可能覺得童話幾率沒這麼高 賭王被打得有點神智不清 打到上頭了 賭王首先是看到了一手圈圈的AK沒有打起來 覺得非常的神奇 兩個眼睛就瞪得像童林一樣 覺得非常神奇 我們圈上是有一個很不錯的洗手盤 他S10沒有選擇抵抗 圈上是有機率也算是打得蠻緊的 打得緊嗎? 並沒有啦 我覺得算緊吧 S10照理說是可以Defend的 應該打得多嗎? 什麼意思? 你跟他去同桌打得多嗎? 我沒有什麼跟他同桌過啊 他打得可鬆了 我說長牌他可能鬆 可是短牌我目前看他是緊的 因為他牌大嘛 他把把都這麼大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S10照理說應該是會抵抗 因為他之前頻率太高了 對 還是因為那個我們的我們的Ivan Rio 是他家族 他說好吧蓋給他 對 用了一個K6去Buff了一手 不過在裝偉真的是可以加入太多太多牌了 因為對手超難去抵抗一個後智慧的家族 不管是多大的牌 短牌裡面面對一個後智慧家族 進去打一個翻後 然後又是面對一個激進的對手 就很僵 多大的牌都可以被打飛 對啊 可是不是多爛的牌都可以跟嗎? 對 短牌一些邏輯其實跟場牌其實就蠻不一樣 對 是需要一個 絕對抵抗 絕對防禦的一個頻率 在這種這麼濕的結構 基本上應該大家都中了 對 如果是選擇UTG LIMP的 代表說他一定要有些牌力 所以這邊一定有擊中一些什麼東西 他果然有擊中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唐突然有個頂隊 可是沒有任何成長空間 他會不會直接蓋掉呢? 不會 頂隊就是要跟 這裡還是要跟 不過他們同樣今天運氣是差 目前後手籌碼筆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的K圈蠻不舒服的 在這個面 這張時倒是稍微好一點點 至少他有更大的一點點 延展面 那我們的ST這個臉好像是中了些什麼 然後想要主動動作嗎 對 ST還是選擇了Check 支持 對 有時 會不會 對 有時 對 有時 對 果然 因為他位置被卡住了 毒王這把還算是拚得不錯耶 對 因為他位置被ST卡住了 他在身後還有一個ST 並且對上對手的All-in-Range 他的中低兩隊的確是不太... 就中低兩隊也不太強了 毒王真的是算是很會在逆境中求生存 看到我們的天選哥哥 來自馬來西亞的Chum Tomsu 是生前的籌碼是堆積了厚厚的一壘 高高的一壘 然後他沒牌的時候人家就有牌 所以他也閃掉 我跟這名玩家交手的刺水還是有一些場刺 是在哪裡呢? 歐洲 他會打很多歐洲的比賽 多的是 我剛剛打的比較多的一次是WSOPE 在捷克的 對 在布拉格 不在布拉格 在捷克的那個國王 反正邊邊的嘛 對 邊境國王賭場 聽出來那邊好像滿偏僻的什麼都沒有 對 就整天半個月就只能泡在賭場裡面 所以跟他們天天跟他們較量 然後之前有一個捷克的國王杯 的一個FT上我就是被他淘汰的 那次你獲得第幾名? 第9名 好慘啊 對 我是AK 他是SET5 就在FLOP拉出來是A5X GG GG 他沒有直接淘汰我 因為打完這手牌之後我還剩一點點 就非常短 但基本上就是死 就是倒在這手牌 然後之後是一個A圈對勾勾的一個翻銀幣沒有翻過 那一場第一名有多少錢? 將近200萬人民幣吧 差不多 後來第9名是 第9名不多 20萬人民幣 十幾萬 十幾萬 那還不錯 還滿少的 然後我們的 ST跟著LIMP 可以看到 三張黑桃 唯一有黑桃是Tom Duong 可是 小黑桃 他沒有 沒有任何的擊中 沒有任何的擊中 面對一個2萬5的bet 他是選擇直接 放棄 所以是Ivan直接偷下底子 對 用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一個圈高牌 對 可以看到我們的 他們的望腿是特別的長 對 他好高 他很高 其實在抓看也好 可是其實他大概是180 差不多 185 超過185 185 應該是超過185 我們來Google看一下有沒有Tom Duong身高 身高都有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欸 這裡居然是三手A圈 喔 而且 而且最關鍵的是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Tom Tom Seau又是 擁有一個 位置優勢 對 他在最好的位置拿到了一手A圈 那我們這裡應該 A圈是要抵抗的 做了一個275千的再次加注 做了一個275千的再次加注 那這個情況下A圈就 王佐是可以放棄了 庄位也放棄 被一手同樣的牌打走 因為在兩方都比較深籌碼的情況下 因為在兩方都比較深籌碼的情況下 對啊我說188是吧 對 應該應該因為我覺得他是超過185的 很高 接近1米9的感覺 這就是眼力 眼力 連身高都可以瑞出來 身高斜在臉上嗎 可以看到撲克圈中還是有一些 看上在排桌上看啊 不太顯山入水的人 其實現實生活裡面蠻高的 蠻高大的 像我們的Eric Sedell 也很高 也非常高 應該有一米9了吧 差不多 那我記得還有誰 裴血給Antonio也蠻高的 Antonio是高大了 因為他那個顯得就是壯了 但他應該沒有這兩位高 他沒有188應該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他只是看起來大 因為高壯的話就是 就是寫在臉上 哇這裡有一個 MN有一個超強的一個牌 兩隊 買後門花 那我們的Ton Duong 是一個 純卡順 就卡一個 那M6 我覺得應該就是會繼續的在 button 也會繼續的跟住 他不會急著在這邊選擇 all in 不過我們現在Ton Duong 後手蠻少的喔 直接all in 偷到了對手的非常強的強牌場 你有沒有發現Steven Chewik每次打牌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 他好喜歡穿這樣的風格的衣服 他應該有同樣的衣服好幾件 對 而且他一直震驚危坐 對 可以看到目前短片播放的是我們這次來參加 傳奇福克超好賽的一些排圈的頂級勢力 Adams和Rankini的Heads up 好我們來看一下傳奇福克 這個是黑山站 對黑山站的介紹 對黑山站的介紹 一個段落的頂級勢力 轉篇 也是我們今年的第二站 在激州之後 黑山會有傳奇福克的第二站 是正好是在歐洲的大賽EPT蒙特卡洛戰之後 其實在後面 對緊接著就是黑山 而且也是離的比較近 黑山是共和國是靠近希臘那邊 所以在歐洲打完EPT之後過去其實非常近 坐飛機只要兩個多小時應該 兩三個小時 我們重新回到比賽 目前前出依然是1萬2 場上的五人桌之後 前面四位玩家的 積分牌都相差無幾 那我們的TOMED WALL 現在目前只剩下28個前駐 以十六萬七千的積分牌 是一個小端馬 那一位是一個小端馬 所以我們也要重新快速 然後我們有一個小端馬 那一位是一個小端馬 25個...26個NT左右 會直接上嗎?你覺得 他選擇直接上 會不會槍槍石油又有大牌 這次沒有 89之前也不錯啦 但是他位置不好,裝位就call了 這邊應該是沒有人會跟 剛剛...可能是 排上有一些折痕 因為其實排發久其實 有一些指甲會造成一些牌的刮痕 會幹嘛 所以... 剛剛聽到的是他的手牌 在折的時候把那張圈折到了 所以他們才換了一副新牌 對 好,我們的IvanRail下注了5萬 那在... 往左 就是我們的ST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抵抗這個CASE OFF呢 依這個籌碼的這個... 這個深度 然後再加上位置的優勢 應該是會選擇跟住的 好,雙方都沒有擊中 那... 因為如果假設跟住一些結構牌 也沒有什麼辦法 繼續 我覺得Ivan其實這邊可以開牆 可以開個... 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底次 他接著過來之後 王組是也可以開槍的 對啊 所以這個牌面 APP那邊都可以開槍 而且因為7-7Q嘛 對 所以如果... 我覺得在這邊轉牌開槍 其實好像沒有flop開槍來得好 對 因為其實對手有一些... 一些譬如說90啊 9勾啊 4勾啊 大部分對手抵抗 會有抵抗這些牌 可能會稍微多一點點 我覺得flop開槍好像是最清楚 因為如果這邊被跟住的話 基本上就可能有Q了 對 因為在7-7拳的面上 他的買順組合太少了 對 就是... 只有後門概念的買順 基本上都是後門概念 所以在這種牌面上 一個... 一個... 一個bet 是可以打走對手範圍裡 超多超多的牌 對手這裡 基本沒有擊中的話 是沒有交的 對手 非常好 對手 独王智利一手A6杂色 繼續選擇兩次購牌 那麼我們的F6是拿到了兩隊 選擇做一個15000的價值下注 選擇做一個加注 現在我們的Iron是一個 要做還是抓了這個Bluff 單張勝在那邊用D兩隊 這本來感覺有點懷疑人生 對 独王今天排式好差 想要偷又偷不過 可是要偷的這個SPA 有點香啦 籌碼太多了 很難給對手造成壓力 對阿 對阿 因為你是唐子王 如果是ST他就蓋不掉了 如果是ST他就蓋不掉了 独王的這個招牌大家 這輩子沒有人相信他是一個會有牌的 這輩子沒有人相信他是一個會有牌的 會有牌的 他已經 吹了五年的風 對 那我們的湯獨王現在拿一個A10應該是要推了 對 他螢幕形象實在太差了 那這把 喔選擇 跟住 喔跟住Race 可是後面只剩下 八萬九 湯獨王是有點上頭 四五 換誰都挺上頭 如果開個什麼 什麼 有擊中應該是打光 有擊中是打光 有擊中是打光 好擊中一個對子 那我相信湯獨王這邊應該是要去了吧 他後面只有九萬的籌碼 應該中任何的對子 應該是我覺得不管中不中都要去了 因為就算你沒有中一個high card 你也是要去了 因為 你已經丟了五萬的籌碼 進底次 後手只剩下九萬 有點丟入太多了 他們這裡不太會選擇去 加住了 因為他知道 這個籌碼來說 他們的往事一定會套吃了 那Frank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可能會跟的 因為並不是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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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選擇跟出 五五開 對 我們的獨王行不行呢 出圈的話 對手是可以拿到 順子 那麼除了圈之外就是九溝的擊中 我覺得好像蠻容易開出來 因為 因為那個Avenue拿的是七十嘛 也沒有衝突到 沒有衝突到 沒有衝突到的話 感覺會容易開出來 現在依然十五五開 二十又增加了 對 正好半幅排到二十 對 正好半幅排到二十 開出來了 GG 正好半幅排到二十 哦 他們都要出局了 他還會回來嗎 現在回來好像會不會籌碼太夠了 大選擇先坐下來喝一杯 我們可以看到 坐在遠處的Fish2013 你看 我們現在是要把Rebuy關了嗎 是不是要做一個併桌的動作呢 應該是併桌 另外一張桌子想不知道還有多少個人 目前我們是有四位玩家 剩下在這張桌子上 玩家的馬量還是比較的平均 我們的積分牌依然是 潛珠八千 敵珠一萬六 那應該是身亡了 現在的級別是八千一萬六 現在的級別是八千一萬六 我們現在的好玩家 我們一定會在搭訪 我們這樣最終不入場 我們要求好玩家 我們要做煮菜 我們要做煮菜 我們要玩一半百五 我們要做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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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依然是612000 下一个级别才是816000 应该 可以看到两位玩家 进行一个翻后底持 我们的AV6直接拿到了天顺 随意的下住了一个蓝色的筹码 哦 这里是直接弃掉了他的顶队 直接弃掉了他的顶队 两位马来西亚选手的筹码都非常的深 我们的Trum Tom Su 130万的筹码 圈九同色 选择跟住 剩下最后的8名 应该是7个人之后的并走吧 对 对 Final Table是7人走 好 这把 我们枪档次有一个卡顺 Ivan Leo有一个顶队 Fling有一个后门花 我们的 我们的ST 对于4名玩家在底持 是不是会选择check 还是选择打呢 好 选择 试着把底持 看我们不能直接抢下来 下住3万5 我们看到 我们的往左现在是 用一个 铜花听牌 选择下住 得到了两家的跟住 好 那 一个有顶队 一个有卡顺 王佐有买花 所以 如果 ok 第二张 6 如果双方都选择check call的话 我觉得王佐这边 我觉得很适合再打F 因为毕竟一次两家跟住 上面有这么多 买牌 那再加上 跌这张6 其实 我不太觉得 会有人拿6 做跟住 在flop 那我觉得这边 适不适合直接下住 看能不能直接抢下 下一个 譬如说 10万左右的一个住 可是也牵扯到一点 王佐在preflop是没有做加住 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overpair 这里一个8万的重枪就可以带走他们两个 我觉得 我想说打个10万 9万 刚好我们两个中间值 8到10万都是可以接手的 对啊 因为这张6席我觉得对王佐的范围来说还是 比较好一点 比较主动下住 前面都没人打 这是位置的优势 因为前面没有人打的情况 加上repeater6 其实并没有改变排面的结构 那么 该大的还是大 那么他这里选择打 就可以告诉对手 那我这里觉得我还是大 那这里的M6 我们的M6 也是一个 铁头哥 也是头蛮铁的 是倾向于比较粘齿的 粘锅的 一个玩家 那像这种东西在短牌里面 应该是个轻松的根 可是 在长牌里面是轻松的根 可是在短牌里面 并不是那么好抓 对 那现在我们 ST希望中一个K 或者是一个铜花 铜花来吧 哦来了 来来来来 那他前面的 前面的炸弧都有了一个 回报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最最舒服的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 边偷边打到买到 就是对 flop bluff river bluff flop bluff ton bluff 然后到river 最神奇最好的就是 就比如说那种 你要这种什么 后门买顺 比如拿一个 在长牌面拿什么 J4-6 拿一个QK Train Race 然后什么 碰9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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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什么之类 River 的Nuts 对 所以其实最那个的就是 flop 哦 他的球马倒了 flop bluff turnbluff river backdoor backdoor cooler Nuts不是最关键 要cooler变身 要cooler对手 对方搞不好sade 埋伏到river 对 好我们的往左 我猜会打一个 可能30万吧 一个极大的价值下注 就是 BONOMO 这也会打四五十万 嗯 150万 我觉得打一个 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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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王主的那个风格其实跟我们 偏稳 對,都比較不一樣 都盡量想要多VALU對手 不過的確是在這樣大的一個底池 打太大的話對手超難CALL了 因為兩個人後手都很長 那這把我覺得Ivan真的打得非常的厲害 他在領線的時候跟足落後的時候改跑 進可攻退可守 Ivan真是厲害 對手下距離 配手下距離 不是還假的 是因為他只會被PAP 搭配速度 快要是盡量 好,直接是放弃了他的A勾,面对Flink在Hijackway的一个家处 好,我们现在四人桌 那UTG也算是一个比较后面的位置 好,我们的往左有一个10J,选择一个Limp 那这三家都有100万以上的筹码,都算是很深的筹码 我们的Flink中了一个Hiro两队 那往左虽然中一个10,可是位置在中间 也没有后门花,应该会直接盖掉 这下一个大小的筹码 有很多筹码 有很多筹码 好 所以Timothy和Busk 好 我們這一桌直播桌 Trip Leader是Felink 有213個前組 連最少Ivan Leo都180個前組 所以這桌籌碼現在大家都非常的健康 那現在場上總共還剩下8名玩家 要在1名玩家出局才會進行併桌 對 只是現在因為盲處結構還比較淺 所以大家就很難去打到很大的第一次 除非是非常大的酷人 除非就真的這兩個都撞到非常大的牌 可是這個就像我覺得就有點像奧馬哈 就真的不是真的很大 大家也是會很小心 Ivan這杯想要埋伏 可是好像沒有人做動作 我們的全攤Seal 又中了兩隊 她的 她今天 我待會要去問問她 她出門前幹了什麼 她搞不好去燒香 小香 呵呵呵 好這個轉牌 對 對 我們的Ivan 來說提高了很多的勝率 讓她勝率提高到40% 有7%的機會可以chop 選擇下注7萬5 不過這個牌也酷了不起來了 因為方片A和方片6已經出現在場上 是的 然後如果再多一張方片6和方片A 那就 就要換牌了 這邊我覺得應該 很穩喔 傾向於自己下注 不傾向於去抵抗對手 這邊如果你是穿當4 你會再打一把嗎 我會打 因為畢竟還是兩隊 對 跟兩隊沒有關係 就是短牌裡面其實 要主動攻擊 對短牌裡面我對自己的牌 我自己都不會去在意多少的 就打就行了 就要兇啊 就是要以高頻率的下注去抵抗對手 就你永遠在betbetbet 打短牌的時候 我有非常多的三條街下注的範圍 就是構建一個三條街下注 有一些價值 有一些bluff 有一些就邊打邊打 就什麼都要有 對邊打邊買 對邊打邊打 好我們的 Ivan Leo 果然就像阿童一樣 邊打 邊看 現在用6-6收下地址 沒有草花的保護 沒有草花什麼都沒有 Ivan Leo 我覺得他就是屬於那種 在桌上的存在感超強烈的 對 然後大家也覺得他很有意思 我滿喜歡看他打牌 而且Selina也表示說 他最喜歡的牌手就是Ivan 最喜歡的牌手之一 他的確是一個牌手上非常活躍的玩家 是 可以打出很多的讓人驚喜的 這次看他打牌就滿好看的 那這邊我們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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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往左 選擇一個加組 是選擇一個跟組 AiSolem 我們選擇CLS 要做一個 AiSolem